早前,看金子因为在亲爱的客栈中和纪灵晨的恋情而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看金子再度提到了和纪灵晨的这段恋情 再被问到后不后悔将感情带入到节目中 看金子直言不后悔,并表示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 他还有可能会这么做 同时看金子还称,自己已经对这段感情彻底放下 可以将他当作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去回忆 只是对大家认识他不是因为他的影视作品 而是因为恋情这件事感到遗憾 作为已经跨过30岁这个坎的女性 看金子还表示了有动乱的想法 现在女性动乱已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林志玲,阿娇等都有去动过乱 看金子在采访中这么大度的心态也获得了网友们的认可 希望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